当我们提到心血管健康的时候 我们其实更多担心的是心脏的问题 对于全身那些大大小小的血管 似乎并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 最近我的手上就来了一个 谈了病的老年人 脚冷 脚麻木 脚趾头也烂了 血糖控制的麻麻糊糊 采超检查发现 双侧大腿小腿的动脉周扬硬化了 这些大血管严重堵塞 导致了小腿以下的部位严重控血不足 导致了组织的缺血 缺氧 最后坏死 如果这样的问题发生在了心脏的血管上面 损害了心脏的功能 那这就是冠状动脉周扬硬化 心脏病了 简称冠性病 其实不需要我多说 即使你是一个医学知识的小白 你也会知道 这样的问题真的发作起来 那是会要人命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分析一下 动脉周扬硬化这个问题 希望能够帮助到某些朋友 首先什么是动脉周扬硬化 为了便于理解 我先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那么这有点像老化的自来水管里面 粘附的水垢 正常情况下 水管的内部应该是光滑的平整的 但是水垢会破坏管道内部的正常结构 影响自来水的流通效率 甚至还会增加管道的压力 连接我们心脏的血管是有两套 一套叫做动脉 他们把血液从心脏输送到各个组织和器官 那么另外一套叫做静脉 他们从各个组织和器官 向心脏回收血液 由于某些原因 血液里面的胆固醇 脂质 钙质 以及其他许多种的成分 在动脉血管的内部 某些不平整的不光滑的地方 先后沉积下来了 逐渐形成了斑块 那么也会导致原本有弹性的动脉血管变硬 内部的管腔变得狭窄 最后导致血流量的减少 导致了血管的脆性增加 那么这就是动脉周样硬化了 这也是导致人体发病的基础 血流量减少了 组织和器官供血不足 那么前面所提到的烂角就是典型的症状 还有一些朋友 虽然不会烂角 但是由于存在下肢的供血不足 肌肉缺乏足够的氧气和能量 它们会出现行走的时候 脖形和疼痛 走不了多远就想要蹲下来休息一会儿 再一个就是动脉血管的脆性增加了 由于血管是像洋葱一样分层的 那么这是有可能会造成 血管里面斑块的脱落血栓的形成 它会流向远端更小的血管 把它们完全的堵住 那么这就可能会带来急性的动脉壁色 急性的心梗脑梗就是这样形成的 脆弱的血管还有可能会在高压力的情况下发生暴力 那么这常见于动脉瘤的破裂出血 这些也都是会紧急危及生命的事情 而且血管狭窄 血流不畅 血压自然也会紧随着升高 心脏的工作压力也会不断的加大 因此动脉周样硬化 是我们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前兆以及重要原因 那么动脉周样硬化 是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呢 当然不是的 它不是你到了60岁之后就突然一夜之间形成的问题 根据研究统计 动脉周样硬化往往是在20岁到30岁的时候开始发生 但是这个时候不会有任何明显的症状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 动脉周样硬化的斑块也在不断的积累 血管变窄和变硬化也会逐步的加重 40岁之后动脉周样硬化导致的症状就会逐步的开始出现了 所以40到60岁是动脉周样硬化病情进展 以及严重心血管事件的一个高发时期 60岁之后 虽然动脉周样硬化的严重程度趋向于稳定或者是略有恶化 但是许多其他的和年龄相关的疾病 会在60岁之后加重影响心血管的健康 而且相比较而言 男性可能会早于女性出现问题 有动脉周样硬化家族史的人 也有可能会比较早的出现问题 因此我认为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30岁之后 你既需要通过现代化的检查设备了解血管的健康状况 你还需要了解自己是否属于高危人群 以便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 如果存在动脉周样硬化 那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积极的治疗措施 为了让你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动脉周样硬化 不只和年龄和基因有关系 更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动脉周样硬化形成的机制入手来进行解释 但由于动脉周样硬化形成的机制过于复杂 因此我只能讲一些我认为重要的部分 首先是血管内皮功能障碍 动脉血管的内皮细胞是血管最里面的一层结构 它直接是和血液接触的 它是保护血管的最重要的单元 就像航行在海水里面的船只一样 外壳直接和海水接触 如果这一层结构被破坏了 那么这就好比是船只的防锈层被破坏了 接下来的损害会不断的向深层推进 接下来就是慢性炎症 它既可以导致动脉内皮功能障碍以及损伤 也会由于白细胞的聚集 炎症因子以及活性氧的作用 从而加速动脉周样硬化斑块的形成 然后就是胆固醇 脂质 钙质 在血管损伤的部位不断的沉积 血管的平滑肌细胞移到血管内膜的部位 不断的增生 血小板也会依附在动脉周样硬化斑块的表面 促进斑块的进一步增大 那么引起动脉周样硬化的危险因素 有哪些呢 显而言之就是会导致血管内皮功能障碍 导致慢性炎症的身体状态 生活方式以及饮食方式 首先要讲的就是高血压 准确的来讲应该是血压持续高于正常水平的一种状态 也就是收缩压超过140毫米拱柱 舒张压超过90毫米拱柱 持续的高血压状态会导致血管弹性受损 加速血管的老化以及动脉周样硬化的形成 但是运动 尤其是做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 也会导致血压升高 为什么我们说它对身体有好处 对血管有好处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平衡与适应来解释 对血管健康的人来讲 短期的高压力刺激 人体的血管可以承受 这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的能力 而且当我们进行定期的适度的运动时 还可以促进血管的内皮细胞的功能 增加心肌的耐受性 并且改善微循环 长期来看的话 它对血管的保护作用是大于短暂的血压升高 所可能引起的损伤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进行高强度运动的时候 一定要热身 要逐步加量 不能一开始就火力全开 这和开车是一个道理 你的油门大开大合 那么车子肯定是开不长的 第二个就是高血糖糖尿病 这其实是一个超级大反派 高血糖既破坏了血管的内皮细胞 又引起了身体的慢性炎症 它还会加重高血压 增加血小板的聚集 这一切都是在不停的为动脉周样硬化创造条件 第三点就是血脂异常了 我们常说的高甘油三脂 高胆固醇血症 高水平的低密度脂蛋白 它们都会给动脉周样硬化 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尤其是在人体 还有慢性炎症的基础之上 第四点就是高尿酸血症 因为它会损害血管的内皮细胞 增加炎症反应 影响血压 影响血流的动力学 所以它也是导致动脉周样硬化的 独立危险因素 上面我所讲的这一二三四点 加起来是什么你知道吗 代谢综合征 我们周围有许多朋友 就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 也就是胰道素抵抗的状态 然而他们并没有觉得 这种身体的状态是一个问题 我周围的许多医生朋友 也是这样一种心态 所以有时候我想 给人瞧病的医生 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 如何要求他人去做到 第五点就是慢性压力 在上一期的内容当中 我们提到的慢性压力 对甲状腺的影响 这只是他对我们全身健康 影响的一个方面而已 慢性压力所引起的高血压状态 激素不平衡 血糖血脂的异常 以及炎症反应 会共同的促进动脉周样硬化 这不需要我多解释了 你应该可以明白 至于什么是慢性压力 我也在上一期的内容中 很好了解释了这个问题 请朋友们翻回去看一下 第六点就是营养不良 有许多人会认为长得白白胖胖的就是营养充足的表现 我认为这是能量过剩的表现 如果你日常的饮食当中没有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以及矿物质 你没有获得足够的必须脂肪酸 那么人体对抗炎症自我修复的能力就会减弱 这也容易引起高血压 血脂以及尿酸的失衡 它们会通过直接或者是间接的途径 最后导致动脉周样硬化 至于抽烟喝酒嚼槟榔 对许多人而言 这就是人生的滋味 所以这也是引起动脉周样硬化的高危因素 你也可以把它们列入到前面提到的第五点里面 现在我们讲今天的主题 我们能不能解决动脉周样硬化这样一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要拿自来水管道来做类比 一个住了40年的老房子 我们能不能让房子里面所有的自来水管道 都变得光滑通畅 除了完全把它换掉之外 当然不能对吧 但是如果只是某一段管道堵住了 其中的一部分堵住了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通过化学 或者是物理的方法疏通的 放在我们的血管上面来讲 也是大同小异的 对于已经通过检查验证的 全身多处大量的动脉周样硬化 我想既没有任何的药物 也没有任何的偏方 是可以一次性的完全化掉这些东西的 而且大多数医生也会认为 你能够把它们稳住 不进展 不脱落 就已经是胜利了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之前用多少年的时间 形成了它们 你可能需要花同样的时间 才有可能逐步的去改善它们 但是对于通过检查评估 只存在小范围的动脉周样硬化 从机制上讲 人体确实有那么一套方法 能够让斑块缩小并且消失的 而且也确实是有许多的案例报道 证明了这是可行的 但是你要注意 这仍然只能作为个案 并没有普世性 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适用于你的方法 不一定会在他的身上 呈现出完美的效果 但是我们仍然 还是可以把它拿来作为参考的 根据动脉周样硬化 形成的机制以及高危因素 当我们反向操作的时候 也就是控制好血压 血糖 血脂 以及尿酸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为 动脉周样硬化的消退 创造条件 我们首先说 以药物之外的方法 这也是预防动脉周样硬化 改善动脉周样硬化的基石 我们需要控制好压力 参加力所能及的运动 给人体补充足够的营养物质 提高人体的抗氧化 抗炎以及自我修复能力 不需要我多说 你应该明白 我指的是营养均衡的天然食物 尤其是需要注重动物类食物的摄取 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也可以为你提供许多的植物抗氧化器 但是你要注意 不要吃太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 一定要远离垃圾食品 当我们这样做的话 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血压 血糖 血脂 以及尿酸水平 都在逐步的向好的方向转化 另外一个就是药物 它们的主要作用 就是帮助你稳定血压 血脂 血糖 以及尿酸 并且帮助人体抗炎 控制血小板 但是药物是有副作用的 药物越多 副作用就越可能会叠加 而且许多的药物 也会消耗人体的营养素 这也会进一步 加重人体营养元素的流失 对有的朋友而言 药物就是用来帮忙的 到了恰当的时候 药物是可以停掉使用的 当然这需要得到医生的允许 对有的朋友而言 药物是用来救命的 病得太重 脱不掉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要强调生活方式 以及营养的重要性 还有预防的重要性 最后再说一点 动脉中央硬化 斑块的形成 以及斑块的消退 它们一直都是处于动态平衡的 当我们人体不断的创造出 有利于动脉中央硬化 形成的条件 那么斑块就会一直长大 蔓延 一旦这种土壤消失了 动脉中央硬化斑块 就有可能会逐步瓦解 理想的状态下 我们当然是希望它 一点一点的被瓦解 这样就不至于形成太大的颗粒 在血管当中到处游走 堵塞住血管 但实际状态下 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 所以这也是 患有动脉中央硬化的朋友们 必然需要面对的风险之一 今天内容有一点点长 感谢朋友们能够看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